代表教会 我的母亲是在礼拜二过世礼拜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的家乡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 那我透过视频全程参加 非常谢谢你们的关心 那我妈妈是上个礼拜二离世 回到天家 然后星期五已经在马来西亚 有这个追思礼拜 而我亦都有机会透过这个线上来参加 好多谢你们的关心 昨天也是美国911恐怖袭击的20周年纪念 昨天大家都知道 911美国恐怖袭击的20周年纪念 但是美国面对经历全所未有的灾难 但是全国齐心协力治疗伤痛 但是全国齐心协力来治疗这些伤痛 重建国土安全的防卫措施 也重建国土安全的防卫设施 也重建了世贸中心的救治 也都重建了世贸中心的救治 但是今天我们的美国也正在经历 前所未有的撕裂 仇外和不稳定 但是现在我们美国也都经历 全所未有的撕裂 受爱和一些不稳定 我们需要为着美国的悔改归向神 这件事来祷告 我们极之需要为着美国悔改 重新归向主来祈祷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我们坚定了耶稣的复活 是我们的信仰和门徒生活的基础 上个礼拜有讲到 我们做一次重新复活 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基础 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我们能够扭转局面 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所以我们能够扭转局面 这个复活就像一把万能的钥匙 能够打开所有的门 复活就好像一个万能的锁匙 可以打开所有的环 这是我们复活的盼望 这个就是我们复活的盼望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传讲 《路加福音》24章 从第13节一直到27节 今天我们做一次来对看 《路加福音》24章 13至27节的讯息 我们要一起踏上我们的旅程了 我们一起来踏上我们的旅程 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24章 从13节我们一起念到27节 请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24章 从13节我们一度念到27节 我们用广东话 用普通话一起来念 我们用广东话也好 国语也好一起来读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以马五十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笨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 他们就站着 脸上带着愁容 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溜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上了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形式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名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是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看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 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父你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经上所执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 明白了 我们一起要踏上 我们的旅程 我们一起要踏上 我们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当中 有两个对话 在这个旅程当中 有两个的对话 一个是两个门徒的彼此对话 一个是两个门徒 彼此之间的对话 一个是门徒和耶稣的对话 一个是门徒和耶稣的对话 在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 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 他们是离开了耶路撒冷 在十三节到十五节 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 是离开耶路撒冷的 前往一个村子叫以马五师 前往一个村子叫以马五师 其实我们的中文圣经说 是二十五英里 其实大概只是七英里左右吧 圣经那里说 二十五里 但其实应该是大概 七英里左右 大概是两个小时的时程 大概是两个小时的行程 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 也离开了教会历史上 最重要的一天 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同样也离开教会历史里面 最重要的一天 因为他们是在复活节的早上 离开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是在复活节的早上 离开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 这个看起来只有两个小时的旅程 感觉上是蛮遥远的 当然其实只是两个小时的旅程 但是心里面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遥远 不是因为路途遥远 不是因为路途的遥远 也不是因为地势选郡 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情沉重 而是因为他们的心里面 是非常沉重 感觉上非常遥远 也都是感觉上面 是非常遥远 虽然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但是没有办法停止讨论 关于耶稣的事 虽然他们离开耶路撒冷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停止谈论 主耶稣基督的事情 在我们这里所用的 谈论相问 彼此谈论 这三个字 在原来的意思里面 是很强烈的讨论 在圣经里面 讲到谈论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其实这几个词 是表示很激烈 很激烈的一些谈论 一个字是 Homileo 就是讲到的意思 一个叫做Homileo 就是好像港道式的一种谈论 另外一个字是 Suzeteo 是深刻地去研究 在那边对话 另一个就是 很深刻 很深刻 研究式的一种对话 这是他们一个非常激烈的辩论 关于耶稣的事情 是一个关于耶稣的事情 一个很激烈的辩论 这两个门徒 就好像与神在摔跤 这两个门徒 就好像同神来到去摔跤 就好像你跟我的基督徒的生活经历一样 就好像你跟我 我们经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 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丰富 有的时候经历荒凉的时刻 有时我们的经历是丰富的 有时我们的经历是荒凉的时刻 我们一生的基督徒的生活 也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 像钟摆 像两边在摆动 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就在两个极端的当中 是钟摆徘徊的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两个门徒 并不是第一个 在信仰边缘挣扎的人 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 讲到一个人物叫底马 因为他贪爱这个世界 所以就离开了保罗 约翰福音第六章66节说到 那些跟从耶稣的门徒 多有退去 不再和他同行 约翰福音第六章 也都讲到 门徒当中有很多人退去 不再跟随主 就说几多了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提到 加略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基督 约翰福音二十二章 特别都提到 加略人犹大出卖了耶稣 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 约伯的妻子看到丈夫受苦难当 对她说 你仍然此守你的存证吗 你弃掉神吧 死了吧 约伯记第二章 当她的妻子见到约伯的受苦 她就跟约伯说 你仍然持守你的信仰吗 你不宜弃掉神 死了去吧 这两个门徒在信仰的边缘在挣扎 这两个门徒其实呢 就在信仰的边缘里面来到去挣扎 信还是不信 信或者不信 耶稣是真还是假 耶稣是真或者是假的 这两个人一边走在一边讨论 这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来到去讨论 我在想我们这过去十八个月的疫情当中 究竟有多少个基督徒离开了教会 或者离开了基督教信仰 其实我都想在过去十八个月的当中 有多少个基督徒离开教会 甚至离开他们的信仰 当我们重新回到这个室内的实体的敬拜的时候 百分之七十的弟兄姊妹都回来了 当我们重新有实体室内敬拜的时候 大概百分之七十的弟兄姊妹都回来 另外百分之三十在哪里 但是另外百分之三十的弟兄姊妹去了哪里呢 他们有一些是因为高风险的感染 所以不方便回来 有一些可能已经选择去别的教会 会不会有一些也在信仰边缘在挣扎 他们放弃了做礼拜 他们不再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不要说那些 有的时候我在崇拜的时候看下去 很多时候崇拜的时候我看到大家 我看到你半个脸 我看到你们半边面 因为我们都是戴口罩 因为我们都是戴着口罩 在每一次的主日崇拜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 有多少正在信仰的边缘挣扎 其实我觉得参加崇拜的弟兄姊妹当中 有多少是在信仰的边缘当中挣扎着呢 有的时候我在想有多少基督徒是暗暗地在怀疑这个信仰 其实我都想有多少弟兄姊妹暗暗地在怀疑我们的信仰 暗暗地在受罪恶的捆绑 暗暗地受到这个罪恶的捆绑 或者在忍受单调乏味的崇拜 或者在忍受着一些很单调很忽畏的崇拜 对圣经的教导冷漠无视 对圣经的教导是冷漠和无视的 有的时候我在想这个数目一定蛮庞大的 很多时候我想这个数目可能都相当庞大的 否则耶稣基督的教会在社区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影响力 何止这般而已 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们的门徒教会在社区 在我们国家的影响力不至于那么少 所以今天早上当我们读这两个门徒 往以马五师的路上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这两个门徒 可能在这两个门徒的身影的里边 你跟我也看到我们自己 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两个门徒 在以马五师的路上 其实我们从他们的身影 也都见到我们自己 因为在不同的程度上 我们可能也曾经挣扎过 因为在不同的程度上 其实我们可能都挣扎过 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是他们是结伴同行 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 他们的好处就是他们一起结伴同行 一个叫格留巴 一个没有名字 一个叫格留巴 另一个是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的看法是不是一致都好 但是至少他们是有一个伴侣 我想这一种的信仰的团体生活 也是恐怕多数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来参加崇拜 参加教会的主要原因 我相信群体生活 也是我们当中 很多弟兄姊妹 来到参加崇拜的一个原因 我们感谢我们的教会 有许多的小组 来帮助大家融入教会生活 我们感谢神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 帮助弟兄姐妹 融入教会的生活 也可以建立一种问责的关系 也都可以建立一种问责的关系 我们聚会的时候 就一起分享我们的体验 感受 我们聚会的时候 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感受 分享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处境 分享我们不同的人生处境 我们的渴望 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的渴望 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 我们分享我们希望一起成就的目标 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我们可能觉得只要有一个目标 好的课程 扎实的内容 把小组长训练好了 带领小组的破冰游戏 制造一个安全保密的环境 那我们的团体生活 就一定能够融合在一起 我们打算只要有目的 只要聚会的内容是好 只要有好的小组的组长 我们有好好的游戏 我们就觉得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群体生活了 但是事实上我们经常面对 事半功倍的 关系紧张的 失望和挫败感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的是 事倍功半的失望 和一种关系上的挫败感 因为都是一群不完美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不完美的人 Ruth Barton这个作者提醒我们 基督徒的团体生活 不是也从来不可以 焦距在我们的身上 其中一个作者提醒我们 基督徒的生活 从来不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因为你一定大事所望的 因为你会失望的 基督徒的提醒生活的焦距是 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 帮助我们去经历生命的改变 团体生活的意思就是 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 也都将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 我们教会的核心永远都是耶稣基督 教会的核心永远是主耶稣基督 因为你跟我永远不够 不足够能够使人口福心腹的 跟你一起同心同心 因为你跟我从来不足够 就令到人跟着我们同心同行 你只要跟一个人同行同行 稍微长一点年日 就马上看到他的丑陋 就马上看到他的弱点 只要你跟一个人同心同行一段时间 你就发觉他的丑陋 他的不完美 这种彼此对话 结伴同行是一个祝福 这种彼此对话 结伴同行其实是一种祝福 但是焦距必须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是焦点必须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不足够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是不足够的 他们需要与耶稣对话 所以他们需要与耶稣对话 在第十五到二十七节 在十五到二十七节 耶稣在他们的忧伤当中 与他们对话 耶稣在他们的忧伤当中 耶稣与他们对话 在他们的迷乱当中与他们对话 在他们的迷乱当中与他们对话 在他们的无知迟钝当中与他们来对话 我们一起来看他们在忧伤当中 耶稣怎么样跟他们来对话 我们首先来看他们在忧伤当中 耶稣怎么样与他们来对话 在第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 十七节主耶稣说 你们在走路当中谈论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 他们就站起来 也都面上戴着愁用 我想当耶稣问他们 谈论的内容的时候 他一定是出动了 他们内心的痛处 当主耶稣基督这样问的时候 一定是触动他们 内心里面的一些伤痛 因此他们就停住了脚步 面带愁容 所以他们就停了 他们也都面带愁容 在第十五节提醒我们 耶稣是亲自地就近他们 甚至提醒我们 耶稣亲自走近他们 耶稣是主动地 愿意地走进这两个门徒的生活里面 耶稣是主动愿意走近这两个门徒的身边 但是祂使他们的眼睛迷糊 不认识祂 但是主耶稣基督让他们的眼睛迷糊 让他们不认到主耶稣基督 耶稣是刻意地隐藏自己的身份 耶稣是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的 因为耶稣在提供一个流程 去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信仰上的危机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要提供一个流程 让他们来到面对他们信仰上面的一些的挣扎 在他们的忧伤当中 耶稣成为一个聆听者 在他们的忧伤当中 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聆听者 一个聆听者有三个特征 一个就是你要刻意地去进行 第二个就是要用问题去引导 而不是马上给答案 第二个就是用问题来引导 而不是马上给一个答案出来 第三个就是你要愿意低调 不让你的身份影响干扰对方 去寻找这个答案 第三个你要低调 不让你的身份来到 难了他们自己找到答案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聆听者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聆听者 在诗篇116篇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 阿斯宾那里这样讲 他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 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他既向我刺耳 我一生要求告他 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我的声音 和我的恳求 所以我就责意向他来求告 你知道吗 耶稣常常与我们同行 但是我们经常都是后知后觉 经历了以后才怀然大悟 大家知道吗 耶稣其实经常跟我们同心同行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发生了之后 才知道的 我们才明白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 我们才明白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 我们才发现原来上帝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我们才发现原来上帝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这种的经历就像雅各从家里出离离家的时候 在路上睡觉梦见一个天梯 由天使上去下来 我们记不记得当雅各离开这个家 在路上去遇见一个天梯 和天使相遇 然后他醒过来说 耶和华正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然后他醒了的时候 他说原来耶和华真的在这里 我竟然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人与耶稣同行的时候 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患然大悟 有人说很多基督徒在功能上都是无神论者 就是每天的生活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上帝最有关系就是礼拜天早上那三个小时 那平常就是有危机的时候就想到这四个字 就是耶稣救我 然后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 想到四个字就是耶稣救我 平常跟他没什么交往 没什么打交道 平常就没有跟神有什么交往 没有打交道的 有多少个人真的是常常像雅各这种觉悟 原来耶稣真的与我同行 我竟然不知道 我们当中有多少好像雅各一样 原来耶稣真的跟我同行 我竟然是不知道 在我们的忧伤当中 耶稣是聆听者 在我们的忧伤当中 主耶稣基督是一个聆听者 聆听是很有力量的 聆听很有力量的 有一个辅导员这样的分享 有一个辅导员去这样分享 他说我没有完全了解聆听的重要性 一直到我认识了这个人叫玛利亚 我没有认识到聆听的重要 一直到我认识一个人叫玛利亚 她是一个波多尼哥的妇人 她是一个从波多尼哥而来的妇人 带着充满创伤的历史 健康不佳 精神恍惚 她很多的创伤 她健康也都不好 也都很多时候精神有些仿佛 在头几次的辅导当中 她几乎不讲话 一致一昧地在痛哭 在最初几次的辅导当中 这位女士基本上不讲话 只不过不断来到痛哭 这个辅导员说 我只能够握住她的手陪伴她 这个辅导员说 我只能够握住她的手来陪伴她 但是慢慢地玛利亚就开始把她的人生故事的创伤 然后这位玛利亚慢慢将她人生的一些创伤 一些的受苦慢慢地说出来了 她从来没有告诉人她的故事 她从来没有告诉人她自己的故事 她也从来没有去寻求精神恍惚的这种治疗 她也从来没有去寻找精神医治 但是当她开始把她的人生故事一点一点地诉说出来之后 但是当她将人生故事一点一点讲出来的时候 她就开始配合治疗 她就会配合治疗 健康开始改善 她的健康也都开始改善 这个辅导员就问她 她说你回想一下 在哪一个时候你开始就扭转过来了 这个辅导员就问她 你回想一下 从何时开始你就可以扭转过来 是你开始走上一个健康的一个归程 可以让你可以走上一个健康的道路上面 这个玛利亚跟辅导员说 就是因为你肯听我说话 所以我就愿意回转 玛利亚就跟这个辅导员说 因为你愿意听我说话 所以我就开始有好的改变 聆听是这么厉害的 聆听原来是这么重要的 在一个忧伤的人正在经历那种痛苦的时候 可能你跟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做一个聆听者 当一个人是忧伤 有这个伤痛的时候 其实对他最大的帮助 就让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聆听者 耶稣在忧伤当中做他们的聆听者 但是耶稣在他们的迷乱当中做他们的引导者 耶稣在忧伤当中成为他们的聆听者 耶稣也都在迷乱当中成为他们的引导者 在第十八节 他们跟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 说是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难以相信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十八节当他们跟主耶稣基督谈论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很奇怪 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竟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好像你问一个美国人说 你没听过911恐怖袭击的事件吗 就好像你跟一个美国人说 你有没有听过911这个恐怖攻击这件事 这些年你在干啥了 如果你不知道 那究竟这几年你在做什么 耶稣问他们什么事情 实在是一个很有讽刺性的写法 其实主耶稣基督问他们发生什么事 其实是一个讽刺式的写法 因为耶稣是那个唯一的目击证人 因为其实主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目击证人 但是耶稣基督刻意的吧 但是耶稣基督是刻意的 因为耶稣基督提供他们一个 重新述说故事的机会 因为主耶稣基督要给他们一个重新述说故事的机会 所以耶稣问他们什么事 所以耶稣就问了什么事 我准备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间想 如果今天耶稣问我什么事 或者耶稣基督今天问你 你什么事 或者主耶稣基督问你 你有什么事 你会告诉耶稣什么事 我想我们都会告诉耶稣 我们这个病毒疫情的事情 或者我们都会跟主耶稣基督说 关于这个病毒疫情的事情 我们会告诉他 我们的恐惧恐慌不安全感 我们告诉他 我们是很害怕的 我们恐惧我们的不安全 我们受威胁 我们感觉到上帝好像缺席了 我们受到威胁 我们也都觉得神不在我们身边 我们对前景惶恐不安 我们对前景也都惶恐不慌 我们觉得这十八个月 好像像坐过山车 昏头转向的 迷迷糊糊的在走着 你觉得这十八个月 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迷迷糊糊的走过 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然后一直在问 什么时候才能走过这个风暴 然后不断问 什么时候才能走过这个风暴 什么事 这是你的事吗 这个门徒在迷乱当中 迷乱什么事 这些门徒在迷乱当中 其实他们是迷乱着什么事 他们迷乱了三件事 有三件的事情 第一就是 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 在第四九节 十九节 他们承认耶稣是先知 他有大能 他们承认耶稣是先知 有大能 但是是宗教领袖和官府 把他定时之家 但是宗教领袖和官府 已经将他钉十节 但是他们最大的难受是 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名的 就是他 其实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 他们经常盼望要救赎以色列的人 就是他 这怎么回事 是什么事 我们全靠他了 我们是靠他的 他怎么就死了 为什么他竟然会死呢 希望破灭真是令他们太难受了 希望的破灭 让他们心里面非常难受 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迷乱 所以他们感觉到很迷乱 他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个政治家的一个弥赛 他们将主耶稣基督看成为一个政治家的弥赛 能够把他们从罗马政权救出来 将他们从罗马政权救赎出来 他们的第二个迷乱是什么 是等候的迷乱 第二个迷乱是什么 是等候的迷乱 他们说不但如此 这个事情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不但如此 这件事已经成就了之后三天了 意思是说这三天之内 应该有惊天动地的事件发生 意思就是在三天之内 应该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的 这三天一天动静都没有 但是这三天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 他们的失望是一天比一天的强烈 他们的失望是一日比一日更加强烈 感觉就是遥遥无奇 感觉是遥遥无奇的 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遥遥无奇的失望 也就是绝望了 一个遥遥无奇的失望 其实就是等于绝望了 他们还有第三个迷乱 还有 还有第三个 二十二姐说 再者 还有 再者 还有 他们关于妇女的报告感到迷乱 对于妇女的报告感到迷乱 当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对内容的掌握非常好 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他们很能够掌握到这个内容 就把妇女所说的话全都说出来了 妇女说什么 她们都能够完完全全说出来 但是她们越听越乱 但是她们越听越乱 她们的强调是 只是没有看见耶稣 他们的强调是 只是没有看见耶稣 看见空的坟墓 看到空的坟墓 但是没有看见耶稣 但是她们没有看到耶稣 她到底是活了没有 耶稣到底是活着了吗 她到哪儿去了 耶稣去了哪里呢 他们感到迷乱 他们就感到迷乱了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怎么样引导他们呢 你看耶稣基督就是帮他们重塑 这个耶稣复活的事件 让他重新把他的故事 再说一次的时候 希望在故事里边 看到他自己究竟在哪儿 让他们将这个故事 重新再讲一次的时候 就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在哪儿 耶稣是一个智慧的引导者 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智慧的引导者 耶稣也帮助他们 重新思考那个空的坟墓 耶稣让他们重新来到 思考空的坟墓 耶稣不在坟墓里边 那去了哪儿呢 耶稣不在这个坟墓里边 那究竟耶稣去了哪儿呢 如果不是复活的话 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如果不是复活的话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呢 弟兄姐妹 这种重塑福音的故事 是非常有能力的 就好像我们听完讲道之后 回到小组里边 重新再思考一下 讲道的内容是很有帮助的 就好像我们听了广道之后 你回到小组里边 重新来到思考广道的内容 是非常有帮助的 你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崇拜之后 很少再谈到关于圣经 关于大家与耶稣同行的事情 有没有留意我们崇拜了之后 其实我们很少来到讨论圣经 讨论我们和神信仰经历的事情 我们谈天气 谈球赛 谈美食 就是不谈信仰 我们讲很多东西 天气 球赛 吃东西 但是我们反而就不讲圣经 你说你在你的职场 不谈信仰 那个很自然 在礼拜堂里面不谈信仰 不是很奇怪吗 如果你说在职场里面 我们不能够讲信仰 这些都可以接受 但是在教会里面 竟然不讲信仰 是不是很奇怪呢 不晓得为什么 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 是我与上帝个人的关系 不太方便跟你分享 不知为什么 我们总是觉得 我们的信仰是 我们自己和神 个人的关系 我们不是很愿意 跟人来到去分享 其中一个 我们的信仰 趋向于浮潜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信仰 太少分享 太少在团体生活里面 一起去体验 一起去应证 正正因为 我们群体生活里面 很少来分享 我们的信仰 也都很少 跟人讲我们的经历 所以我们的信仰 是流于很肤浅的 第三 在我们的持顿当中 耶稣是我们的解经家 第三 就是在我们的持顿当中 主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的解经家 在二十五节 耶稣基督说 无知的人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 太持顿了 二十五节那里说 他说 你们这些无知的人 先知说的说话 你们明白得太少了 意思是说 你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人 你要我怎么办 意思就是说 你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人 你究竟要我 怎么来办呢 从第二十七节 告诉我们 耶稣就从摩西 和众仙之起 把圣经上 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 明白 二十五节 主耶稣就说 从摩西 一路先知 凡指着 他自己的说话 都向这位 两位门徒 讲解明白 耶稣一定讲到 那个女人的后裔 要伤蛇的头 耶稣一定有说到 女人的后裔 要伤蛇的头 那个女人的后裔 就是指耶稣基督 女人的后裔 就是指主耶稣基督 他一定提到 洪水方舟 他一定有提到 洪水方舟 耶稣是真正的方舟 耶稣是真正的方舟 能够拯救人 免受洪水的审判 可以拯救人 免受洪水的审判 他大概也提到 亚伯拉罕献以撒 上帝预备一只公羊 来代替他 上帝预备一个公羊 来代替 这就是预表耶稣基督 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 他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主耶稣基督 代替我们的罪而死 他大概也提到 余月节的羔羊 他也会提到 余月节的羔羊 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 这个死亡的死者 就约过了 这一家布杀里面的长子 将这些羔羊的血 涂在这个门框上面 这个杀人的死者 就会如月 不会伤害里面的人 耶稣基督也 保护我们免受神的 公义的审判 耶稣基督也都保护我们 免受神公义的审判 一个一个的耶稣基督 把旧约所有指向 祂救赎计划的事情 向他们解释明白了 耶稣就一个一个 旧约里面 指向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事情 都向他们来 对他们解释 他们的信仰就开始 有一个突破 有一个扭转 他们的信仰就有突破 有一个扭转 从以马五思 再过两个礼拜 我们看他们就 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在以马五思的路上 我们下个两个礼拜继续讲 我们就见到 他们就 翻回去耶路撒冷 今天我的信息 就是用这一句话 来向你表达 今天的信息 我就用一句话 来到去表达 当你看不见终点的时候 不要转换跑道 让耶稣来与你同行 当你看不到终点的时候 请你不要转换跑道 让耶稣来到 跟你同行 我们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的 弟兄姊妹 还在忧伤的里面 我们的当中 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 在忧伤的里面呢 你其实可以向他 请心吐意地祷告 其实你可以向耶稣 倾心吐意来祈祷 有没有一些人 在迷乱当中 搞不清楚方向 有没有人在迷乱的当中 搞不清楚方向呢 可能当你重新地诉说 你与耶稣相遇的 那个福音的故事的时候 你就重新找到你自己了 或者当你重新来到 去重述 你与主耶稣基督 相遇福音故事的时候 你又能够再一次 找到你自己 我们可能一些弟兄姊妹 感觉到迟钝 没有办法了解 神到底在今天做什么 或者我们弟兄节目当中 有些是迟钝的 没办法理解得到 其实神在做什么 其实你就回到 神的话语圣经的里面 其实你就回到 神的话语圣经里面 因为耶稣说 你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得自由 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 你就会晓得真理 真理也都使你自由了 从走向以马五思的路上 从走向 走上以马五思的路上 你要走向 加略山的十字架 你要走上去 加略山的十字架 我们就找到方向了 我们就找到方向了 让耶稣与你同行 让耶稣与你同行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 与神同行 求神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 与神来祈祷 帮助我们 能够以坚定的步伐 来跟随耶稣基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